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从二十二章第一节看起 这些事以后 神要试验亚伯拉罕 试验他什么 就是要把以撒杀掉 看亚伯拉罕听不听他的话 各位你们都知道 当亚伯拉罕拿刀要杀 他的儿子以撒的时候 天使就呼喊亚伯拉罕 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 当圣经里面神呼唤人的时候 通常就是一次 有的时候连他名字都不提 神呼唤就说什么 有的时候提名字 如果是很严肃 要表达这件事的时候 就两次 下一句话真的很难接受 十二节 天使说不要动手 现在我知道 你敬畏神 这个话再直接的翻 不要动手 现在我知道你怕我 神要试试看 你到底是不是够怕我 上帝怎么会这样 答案是 不是神不知道我们 这是一个拟人化的写法 我们的神都知道 他知道我们会怎么 事实上神不只是知道 而且预先知道 不只是预先知道 他预定了 那些我们不必去想 我们需要讲的是 不是神不知道 是人不知道 是亚伯拉罕不知道 我们需要在试炼 试探 试验中 才逐渐认识自己 希望在神的恩典下 也在试炼 试探 引诱 压力当中 逐渐的成长 亚伯拉罕在这件事上 他知道了 他以前就知道 现在更知道 耶和华 凡事都有预备 他知道 他更知道一件事 对我来讲 这是很大的安慰 希望对各位弟兄姐妹 也是很大的安慰 他也在试炼中知道 我是敬畏上帝的 我是爱上帝的 我是信靠上帝的 魔鬼怎么样动摇 都不能动摇我 上帝是 他根本不能动摇的 各位我今天 回想一下过去的日子 我不知道犯了多少错误 多少次 差一点掉到地狱里 哎呀 我居然还是信回来了 我还是信上帝 我只能说神保守我 神恩待我 这经过 有的时候是引诱 有的时候是压力 彼得前书一章六节 你们在百般的试炼中 暂时忧愁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 就比那被火试验 仍然能坏的金子 更显得宝贵 神的恩典够用 那蒙恩的人 就在这些里面 越来越美好 越来越像主 那些是朝暮河街的 就被塞掉了 亚伯拉罕一生都学习 要怎么更信靠主 神不是要学习 知道亚伯拉罕的心 而是要让亚伯拉罕 继续知道 他有功课 要知道上帝多么伟大 多么了不起 我们就来看 这一次很艰苦的一个试炼 这个艰苦的试炼 是这些事以后 各位你再想想看 很不容易 第一次的试炼 或者第一次的呼召 是亚伯拉罕 离开你的爸爸妈妈 这一次的试炼 是亚伯拉罕 丢掉你的儿子 我再一次说 每个基督徒 都会要经过这些试炼 从一开始到结束 人到我这里来 如果不爱我 胜过爱自己的父母 兄弟姐妹 妻子儿女 不配做我的门徒 各位不要怕 神的恩典 让我们能够爱他 能够信他 而且发现 这是最正确的一条路 很不容易 也不必为此流眼泪 虽然我们有的时候 都会流眼泪 好艰难啊 我们应该很欢喜 我们的主爱我们 人生 神带领我们走过 每一步 有艰难 但是喜悦的是更多 但是很不容易 一开始就不容易 离开你的父母 离开你的家乡 撇弃你的家乡 不是我们每个人 都要这样做 但是我们每个人 都必须有这样的信心 认识 上帝是一切 要得到生命 要失去生命 要得到智慧 要失去智慧 要得到爱情 要失去爱情 不是要失去 要知道爱情 自由 生命 西方人说 为了自由 什么都可以丢掉 我们是为了信仰 什么都可以丢掉 因为只有在信靠主里面 自由 正义 爱 生命 一切美好的东西 物质的 精神的 才能得得到 我们从创世纪 一开始就讲 这个受造的世界 是美好的 罪恶就是 我们把美好的受造物 代替了上帝 不管是知识 或者是信 不管是庸俗的 或者是高贵的 都是一样 各位 上帝 比什么都大 比什么都重要 上帝是一切美善的来源 求主让我们敬拜他 因着耶稣的救恩 因着圣灵的光照 我们有这个坚定的信心 我们知道 把自己献上 把儿女献上 把一切献上 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我们罪人 很难这样看 神呼叫他说 亚伯拉罕 他说我在这里 这是一个标准模式 亚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 是上帝的仆人 神呼召他 不像神呼召亚当夏娃一样 亚当夏娃 你们在哪里 我们躲起来了 我们不想见你的面 亚伯拉罕是一听到声音 我在这里 请说 请吩咐 他很喜欢听到 上帝对他讲话 各位我们听到上帝的声音 喜欢吗 我们怕听到他的声音吗 我听到你的声音 我就怕 因为我赤身露体 我羞于见你 罪恶叫我们不敢见上帝 信心叫我们喜悦见上帝 好像沙伦的玫瑰一样 神的呼召是伟大的 是美好的 是有权柄的 是竭尽我们的 是拯救我们的 但是他不能够忘记 神的呼召 第一次就是叫他离弃父母 上一次就是叫他 赶出去他的长子 这一次会是什么 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你所爱的以撒 往摩利亚地区 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 把他献为凡祭 我知道你很爱他 我要你献给我 各位你要想一想 这也是一个已经知道答案 但这个答案对我们有没有用 真实求圣灵让这个话是真实的 神有什么资格 有什么权利这样要求 答案很简单 万物都是他造的 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来自他 所以给他是最正确的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上帝对我们的好和伟大 这个答案是很多余的 我们不会觉得有什么好 求神让我们知道上帝的真实 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 不仅他创造我们 但是创造他就有权柄 任意地掌管我们 包括他也养我们 包括他也救我们 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 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你们是仲价买来的 各位我希望你懂 我们不是作见自己 我们不是没有尊严 我们是知道上帝的爱 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恶 我们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都知道 当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 不管多么高贵 会走偏的 所以亚伯拉罕知道这件事是有福 但需要不断地被提醒 你的儿子不是你的 我们一切不是我们自己的 但是这是很难 好亚伯拉罕听到这样的话 清早起来 二十一章也有清早起来 两次的痛苦的早上起来 他走了三天的路 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 我们没有时间细讲 举目远远地看 都在创世纪里有好几次出现 包括在新约西伯来书也讲 远处望见 欢喜迎接 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里是寄居的 亚伯拉罕对他仆人说 你们和吕在此等候 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 就回到你们这里来 亚伯拉罕要他两个仆人在这里等 我和童子去就回来 不知道算不算骗 因为他的心里应该是童子不会回来了 他要这两个仆人在很需要帮手献祭的时候 留在这里 我想是不要两个仆人看到他杀儿子而拦阻 所以你们在这里等一下 我们去就回来 你看财在儿子的身上 手里拿着火与刀 一个字都不能夹 一个字都不能剪 你去想 二人同行 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 父亲啊 请看火与财都有了 但凡记得羊羔在哪里呢 亚伯拉罕说神会预备 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 这个指示的地方 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想到 后来的哥哥他对耶稣也是这样 神指示的地方 流乃云密之地 神指示的地方一定是好地方 神带领的道路一定是好的道路 但是一定都有艰难 愿我们不要怕那个艰难 他因摆在前头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忍了十字架的苦难 愿我们都能够说 神的路是美好的 我们不是含着眼泪带着微笑 我们是真的这样说 主恩待我们 但是难还是有难的 亚伯拉罕在那里足坛 不知道多久的时间 把柴摆好 捆绑他的儿子以撒 各位 以撒有没有太安静了一点 爸爸你在干什么 我们有名的孝子 有一次被爸爸打了一顿 孔子就骂他 父亲打你 小杖则受 小的棍就接受 孝顺 大杖则走 大的杖打你 你赶快逃 免得打伤了 献父母于不义 现在不是大杖 现在是大刀 亚伯拉罕献以撒 路德说 这件事情 以撒 重要性不下于亚伯拉罕 路德说 再没有一个儿子 除了两千年以后的那个儿子 像以撒那么顺服 当然一定是亚伯拉罕 给他看到这位神 是可信 各位 不管别人怎么说 不管我们自己 我们求主 让我们知道 神的美好 如果你不知道 你听一万个见证 也没有用 如果圣灵不是继续感动你 让你知道 基督是这么爱你 你就算曾经献上 你也会收回的 我们需要不断地 被神的爱 来感动 来安慰 来医治 也被磨练 昆帮以撒 以撒的顺服 我们感谢主 耶和华的使者呼叫亚伯拉罕 说不要害他 我现在知道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 神早就知道 神是用这句话来表达亚伯拉罕的心 亚伯拉罕需要知道 我凡事要敬畏上帝 再一次答案讲出来 我们都不一定能够接受 求圣灵帮助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 因为我是属他的 因为我不是自己的人 因为我是耶稣的血买来的 愿这些不成为口号 亚伯拉罕再一次举目观看 布料有一只羊 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 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 献为凡祭 代替他的儿子 亚伯拉罕给那地起名叫 耶和华以乐 就是耶和华必预备 直到今日还有人说 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 当然是神有预备 我们也感谢主 不过在哥哥他山上 上帝的儿子为我们死的时候 神再没有另外一只羊来代替他了 也幸好没有另外一只羊代替他了 也幸好第十六节 耶和华说 你既行了这事 不留下你的儿子 就是你的独生儿子 感谢主 幸好上帝没有留下他的儿子 没有留下他的独生儿子 把他舍了 把他所爱的舍了 就是所爱的耶稣 我只知自己启示 论福我是会吃大福给你 论子孙我会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如果我们没有被圣灵光照 不知道不知道上帝是那么爱我们 不知道上帝是那么爱我们 那么有能力 配得一切的尊贵荣耀 配得我们一切的奉献 而且我们把一切献给他 顺服他 是蒙福的 是喜悦的 是蒙恩的 不是交换的条件 是蒙恩的结果 心被恩赶 如果我们知道 我们就不会生气 我当不知道神恩典的时候 不管听过多少福音 讲过多少福音 当我心里对上帝不满的时候 上帝说我会赐大福给你 我会说 我才不要你的福气 你这个狠上帝 你这样来考验我 把我吓成这个样子 把我的儿子吓成这个样子 各位我们需要不断地求圣灵光照我们 古老的真理重复在我们里面 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 他们一起同身往别士巴去 亚伯拉罕就住在别士巴 二十节 这世以后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 密加给你兄弟拿贺 生了几个儿子 长子是乌斯 他的兄弟是布斯和亚兰的父亲基姆利 并基薛哈索毕达 伊拉 比土利 比土利生利百家 这八个人都是密加给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贺生的 拿贺的妾名叫刘玛 生了提巴 迦寒 他侠和玛迦 干嘛 列这十二个人的名字 既没有因也没有果 各位 他这样写看起来是这样的 当亚伯拉罕重新得回他的儿子以后 神的应许是 你的子孙会像天上的心这么多 神这次的应许在希伯来书讲不只是应许 这次是对自己发誓 借着这两件不改变的事 神要 亚伯拉罕要 我们知道 神的话 一定实现 他发誓 你的子孙会多起来 各位 23章 撒拉死了 以撒得妻子得儿女 跟亚伯拉罕一样也很难 上帝的话 上帝的考验 上帝的恩典 一直在进行 愿我们一直相信 好 神发誓 还是没实现 但亚伯拉罕继续信 就跟我们一样 我们相信神的话是真的 那又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打击 有人告诉亚伯拉罕 那没有跟随上帝 你兄弟 他得了多少 十二个 各位 我们的眼睛能看到 多少上帝画的实现 我的眼睛已经看见 这美国的一首很有名的诗歌 我的眼睛已经看见 求圣灵开我们心中的眼 让我们看到神没有物事 神是真实的 求主让我们看到 神万有的主宰 他给 他收 他带领 在神的手里 是最有福的 是唯一有福的 各位我们都是有福的 我们不一定能讲出 我们有多少的富裕 但是我们希望能够讲出 耶稣是爱我的 上帝是爱我的 上帝是爱教会的 爱我们每个人 我们多人一起跟主同行 我们祷告 天父 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 愿你继续对我们说话 当我们听到你的声音 害怕 躲避 当我们想犯罪 想恨人 想骄傲 当我们想要懦弱 躲避责任的时候 求主的爱 总来激励我们 求主的智慧 总辅救我们这些卑微人 主啊 孩子在跟随你的日子里 信靠你的日子里面 在看圣经的时候 在任何一个时候 主 我都蒙你的保守 我感谢你 但在任何一个时候 我也仍然有那么 或多或少 老我对你的抗拒 想要自己躲在一个地方 自由一点 任性一点 哪怕是短暂一下下 主 愿我知道你的爱和美好 愿我渴慕你的爱和美好 愿我希望更多的 跟你一起同行 而不是躲在一个地方 喜悦自己的事 主 因为在你里面的喜悦 是永恒 是友谊 是帮助人的 怜悯我们 我们感谢你 我们有眼泪 因为我们实在软弱 但我们感谢你 你爱我们 你拯救我们 你使我们欢笑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个大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